俄乌战士胶着外界对于俄罗斯总统普丁的健康状况更是种族纷纭 先前英国媒体指出普丁可能罹患绝症 但如今英国国防参谋长拉达金表示 这些传闻都只是猜测 俄罗斯国防部公布最新战况表示 成功打下乌军米17直升机和苏凯25战斗机 也摧毁了存放北约雨叉飞弹的弹药库 即使战功标柄 俄军已经丧失将近三成的战力 战事持续将近五个月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展开开战以来最大的人事变动 宣布开除乌克兰检察总长涅迪克托瓦和国安局长巴卡诺夫 乌克兰面临俄罗斯渗透的巨大挑战 在制裁方面也遇到瓶颈 加拿大宣布归还送休的北溪一号涡轮机 让泽伦斯基痛批不能接受 杜鲁道表示制裁是针对普丁 不希望伤害到欧洲的天然气使用者 欧盟近日公布对二制裁的维护和调整方案 与先前几轮相比制裁力道微弱 欧洲9月就将迎来冬天 俄罗斯能源不可或缺 面对胸有成竹的普丁 看得出西方各国绷紧神经 记者蔡新城报道 来大家科普一下 水神跟病毒呢 还有细菌在打架的时候会变成什么 变成水没有残留任何的污染性 那一天使用个百字千次 其实也不会伤到你的皮肤 那家里有小孩的孕妇的都可以很适用 哪里买得到水神生成机 请上快点.go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就会有折扣喔